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不是乱葬岗 就是分场 因为这些地皮似乎是比较便宜 所以比较涟漪来建学校 虽然说学校平时都是热热闹闹的学生老师一大群 可是到了晚上却是人烟稀少 可能整个校园也持有一两个校工在 而很多时候学校的美红甲漆 整个学校更是鸦雀无声 很多学校有非常特别的设计 也导致学校的不同地方有非常多的死角 而这种死角对于灵异朋友来说 是相当的吸引他们的 所以学校也变成是灵异朋友 即酒店和医院最想要待的一个地方 就有如网上疯传了好几个视频 视频显示有一名女学生上课上到一半 似乎是被鬼上了身 她突然之间情绪大变 变得非常狂躁和暴力 校方和家长都不知道要如何应对 可是有专家说 这不是鬼上身 而是可能女学生的压力太大 导致她情绪失常 也有好一些学校的灵异事件 其实是发生在厕所里面的 女学生很喜欢成群学队的一起上厕所 而去厕所一待就是待个半小时或以上 不过就在待厕所的那段时间 通常都会碰到灵异朋友 有两个女学生在厕所里面 在梳妆聊天 突然之间他们看到了似乎有一位学长也走了进来 不过这学长看起来非常的虚弱和苍白 而这学长就往里面走去 然后关起了门 这两个女学生还是继续地玩耍 洗脑 也没有太注意那学长到底走去了哪里 突然之间 其中一名女学生 汉毛都树立了起来 她感觉有一点不对劲 就连同另外一个女学生走进里面 查看 不看还好 看了他们被吓到了 因为厕所里面除了他们两个之外 就没有其他的人了 而刚才的所谓学长到底去了哪里呢 这时候的两个女学生 把腿就跑 疯狂地冲回了教室 另外一个常在学校会发生灵异事情的地方 是学校的大礼堂 还有她的舞台 似乎灵异朋友对于大礼堂还有舞台 是非常感兴趣的 而且常常在那边出没 这灵异事情发生在一个高年级的中学女学生身上 当天她待在学校彩排 已经快到下午的四点多了 当大家都彩排到非常疲惫的时候 她一个人待在舞台的化妆间稍作休息 就在这时候 她突然之间听到有似乎小猫的叫声 她就开始在化妆间寻找那小猫的踪影 她找了许久都没有看到小猫的踪影 不过这时候当她仔细在听 原来不是猫的声音 而是婴儿的啼哭声 当她听到是婴儿的啼哭声的时候 她就开始非常紧张 因为她的学校有这样的一个传说 好多好多年前 有这样的一个传说 似乎与一位高年级的学生怀孕了 不过她却不敢让家长或者老师知道 就自行买了一些堕胎药服下 而这导致一失两命 这高年级的女学生死的地方 正是学校大礼堂的舞台 这听到小婴儿的啼哭声的女学生 马上想要冲出学校的大礼堂 可是她还是回头看了一下 当她转回头的时候 台上竟然有一个长发披肩的影子 当她转回头看的时候 她竟然看到舞台上站着一位女生 而女生的手上似乎抱着一个小婴儿 很多人说 学校的灵异事件 多半是学生的自己的胡思乱想 或者是学校的功课压力太大而导致的 不过也有一些灵异事情 是发生在一些低年级的小学生的身上 而这些所谓的小学生是刚刚入学 而没有所谓的功课压力的 这故事发生在一个小一男学生的身上 他当天是职日生 所以他七早八早就到了课室打扫起来 他还以为他会是第一个先到教室的 可是当他来到了教室 原来教室里面已经有一名男学生 坐在课室里面 这男学生看起来非常的陌生 所以那职日生就跟他交谈了起来 问他是否是这个班的学生 不过他一句话都没有说 只是呆呆地看着那职日生 那职日生觉得他这个人非常孤僻 也不想要再跟他多说一句话 就开始打扫教室 也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 这所谓的陌生学生 突然之间也从课室里消失得无影无踪 当班主任来到课室查看的时候 这职日生就把他刚才碰到的事情 一无一时地跟班主任诉说 班主任一听 整个脸就僵硬了 原来这学校有这样的一个传说 似乎有一个小男生的灵魂 在上学前或者下课后 会出现在不同的教室 原来好多好多年前 就有一名小学生 在课室里面因心脏病而过世了 似乎他过世了之后 他久久不愿离世 还秩序待在学校的课室里面 今天我要分享的灵异故事 就发生在我当警察的那段时间 那天晚上我迟夜班 我就跟几名警员组成了一个小小的巡逻队 大概晚上十一点多的时候 我们收到了一则简讯 简讯要求我们到一间已经被废弃的学校查个究竟 因为那边的保安要求警方的支援 那间废弃的学校就靠近我们新加坡的火车站不远处 当我们来到了学校的入口处 保安人员就急急忙忙 跟我们说 学校里面有非常大的动静 那保安员说 从大概十点开始 从一间学校的课室 就听到似乎有人在里面 在狂丢桌子和椅子 而这声音非常的清晰 当时他只是一个人 所以他也不敢走进学校的那间课室查个究竟 只好要求警方的协助 我们站在学校的入口处 也听到那所谓的丢桌子和椅子的声音 而且声量是非常的大的 我们这所谓的巡逻队 我们的结论是 它只有两个可能性 一是有人潜入了学校 二座局 或者是里面来了无数之客 那保安员就带我们去 那间所谓的有问题的客室查个究竟 当我们靠近那所谓的客室的时候 那丢桌椅的声音突然之间就停止了 不过最离奇的是 客室里面的桌椅还是整整齐齐的排列着 没有给人家移动的痕迹 为了以防万一 我们还是把整个学校查了一遍 可是客室要么就是空的 要么就是桌椅还整整齐齐的摆放着 那么那声音是从何而来 而到底是谁在客室里面 恶作剧呢 所以直到今天 还是一个不解之谜 学校对于我们每个人而言 有太多的回忆了 有开心的 难过的 也带有一些惊悚的 不管如何 只要我们用平常心来对待 我们还是会平安无事的 我是阿浩 谢谢收看阿浩见鬼灵异故事系列 我是阿浩见鬼灵异故事は 连今人第二个人 min父和狭窑 启会 第三个人